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今天投票 整個早上的投票率都比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低 問題是選舉事務處公布自至到早上的12點半 即是頭5個小時 一共有115572名選民投票 投票率是12.29% 比2012年立法會新界東選舉的投票率 是低了2.48個百分點 投票率差距越來越寬 我們記者蔡宏傑一直都是沙田第一城的票站 Philip 過了中午 會不會多人來投票 其實票站在7點半開門之後 已經運作了超過5個小時 其實近中午的時間 都越來越多的市民來到這裡的投票 講回第一城這個票站 截至中午的12點半 已經有超過1500名的選民來投票 雖然那個投票率 講回整體投票率 今屆補選截至12點半 雖然是較2012年立法會選舉 新界東選區同時期為低 不過其實選民都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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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投票 我們就和不少選民談過 他們就說 除了今次出來進入公民的責任之外 也都希望透過今次的補選 重新選一位議員 入到立法會裡面 為他們議事 近期的一些社會議題 也都成為不少的選民考慮之一 以政治的議題也都成為 他們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考慮的議題 在鄉郊票站冷冷清清 這個票站在區議會選舉裡面 曾經有女人員職員 來回推長者來投票 但今次來投票的長者 都是由家人陪同 在大埔區這個票站附近人流很多 來投票的選民就不算踴躍 但來投票的人都承認 和近期的政治紛爭有關 包括這種劉劇 令我轉變了投票的立場 我就會投保皇黨 看到他們在吵架 或拉布 這件事我都是不想發生 我不希望會就會去 可能我們年紀比較年長一些 我們和年輕人想的事情是不同的 這是我有一點點的意見 也不希望看到拉布 而較多中產選民的沙田第一誠 選民心態就較不一樣 昨天 長毛也是要走出去主席台 耳武制暴是不是真的成功呢 好像真的做到一些事 所以我覺得耳武制暴就應該是 可能是一個變的方法 希望改變 立法會那個話語權 怕它改了議事規則 萬一這票沒了的話 很多民間團體或者政府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但是政府好像忽視了這樣的方向 所以需要有一個可以做到這件事的人 站出來去做 票站會開放到晚上10點半 之後就會改為選票站